在今天白天 東北風的強度偏弱 各地都是一個 舒適而溫暖的天氣 但是從明天的早上 接近中午以後開始 東北風要再度增強了 而這一股的東北風 增強的幅度來說 算是今年整個 從秋天到冬天以來 最強的一波東北季風進入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這未來一個禮拜的 天氣的狀況 在這明天的話 要特別注意的就在於 往北往東走 逐漸的會轉雨了 時間點在明天的下午以後開始 因為東北風的強度 在明天中午左右 開始逐漸的增強 近海的風浪也要逐漸的增大 北部地區的朋友 會感覺到明天的下午以後 濕涼的感覺變得明顯 而在中南部的話 仍然是天氣勤勞 但沿海的震風 在明天下午以後 開始逐漸的增大 所以北部溫度 禮拜五下降了 到了星期六 星期日 這股東北季風最強的時刻點 在北部跟東部地區的 迎風面會有局部的 短暫雨出現 雨量的部分並不多 而中南部還是天氣輕 但要特別注意的就是低溫 夜晚的低溫的部分 就下降到了16度的低溫了 北部海岸線的溫度 都是一個在夜晚偏低的狀況 兩天的溫度低 到了下週一到週三的時候 冷空氣的強度略微的減弱 往北往東天氣開始好轉 零星的短暫雨 容易在早晚的時候 但早出晚歸穿著方面 要特別注意保暖 而到下個禮拜四 另外一股東北季風再度增強 溫度在這 收視了下午到晚上以後 開始逐漸的再下降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我們先注意到 北方的高壓系統東移了 風場吹著偏東風進來 白天從北到南 都是一個舒適的天氣 但從明天的下午以後開始 西北地區的高壓再度南下 冷空氣在明天的晚上 開始逐漸的進入 各地的溫度在明晚 下降幅度就會明顯囉 所以要提醒您 明天晚上的穿著方面 那你騎車要加件 比較厚一點點的外套 小滴您提醒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 沿海風大 海邊城鎮朋友騎車 在明天下午以後注意 還有往東走會有雨 記得要攜帶雨具 後面 是 西北地區 是